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編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英國現在真的是打臉了拜登嗎 來看看因為美國主導說有很多國家 1月8號之後中國大陸 國境開了去國外旅遊等等的 但是美國主導了說要對中國大陸 陸客做一些限制陰性證明等等的 但是委員你怎麼看英國這表態 被說很打臉拜登嗎 譬如說來看英國的部分 他說的確是要取得出發前的 COVID-19陰性的證明 但是重點來了 說就算入境的中國大陸旅客 如果檢測是陽性的話 也不需要隔離 這是他們的官員說的 來看到這是交通大神哈坡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來看到從中國大陸入境的 英國旅客就算 在接受了COVID-19的東西 檢測結果是陽性的話 也不需要自我隔離 因為英國政府的目標 就是要蒐集資訊而已 以利監測 還說英國其實這個時候 每45個人就有一個人確診 英國的確診數字可能不只45個分之一 數字可能更高 美國這一次真的是 主導新一波的對中國的 以某種程度的一種輿論攻勢 中國這次開放的時候 就昨天吧 昨天WHO就馬上跟中國的專家 把中國的目前感染比較多的病毒株找出來 然後很快就定序了 已經確定了說 它跟美國最近在流行的病毒株 完全一模一樣 並沒有新的 沒有新的變種 而且更重要 美國流行這個病毒株 現在流行的這個病毒株 相對來講是致死率跟危險率是最低的 所以等於是一個流行性感冒 那你等於是流行性感冒的時候 可是美國還是不斷的散動 那如果你有看到歐盟的消息 歐盟宣布說大多數的歐盟國家 也要對中國採取相對比較嚴格的 一個管制的措施 呼應美國的說法 但是現在已經不是歐盟的英國 诶 獨數一字 他說熱烈歡迎中國的朋友 到這個英國來走一走 因為英國自從 參與了這個烏克蘭戰爭 扮演相當重的角色以後 的確在經濟上受到很大的衝擊 而且前段時間他們選出了一個 很特殊的特拉斯首相 因為財政政策錯誤 使得英鎊大幅貶值 英國整個財政陷入一個很大的困難 讓英國的央行 就是所謂英格蘭銀行 光收購的那一些債券 就賠了不少錢 所以損失據說有超過5000億的英鎊 這是一個說法 包括股市所得的數字 所以英國現在經濟需要能夠有 一些活水來補助 那如果這個春節期間或者是中國的旅客 能夠到英國去大幅度消費 中國的旅客有大幅度消費的能量 這個在全世界是有客觀數字的 我來給大家一個數字 一個國家的人民到底有多大的購買力 要看它的儲蓄率 儲蓄率越高 購買力越高 儲蓄率越低 購買力就越低 中國現在的儲蓄率高級全世界第一名 它的儲蓄率多少 42.5% 那你說 42.5%什麼意思呢 就中國每賺100塊錢 存42.5塊錢起來 其他的日常消費掉 那42.5塊這比例高不高呢 我們來相對一下 相對一下美國多少 7% 美國人是賺100塊 花93塊 然後剩下7塊錢留下來 還有很多人都是狂刷 變卡奴 我講的是平均數字 那日本以前是儲蓄率很高的 但現在也降到20%以下 台灣本身 過去儲蓄率也都30%以上 現在都降到20%以下了 所以是不是因為Visa信用卡的關係 我不太確定 過度消費了 但是的確的 因為中國的儲蓄率高 所以它到全世界各地的消費能量 就超狠 力量 那個就是跟其他國家不能比的 對啊 所以英國當然要歡迎 對啊 這麼好的外國收入不賺 當然要歡迎 但是剛剛委員也特別說了 美國主導了這一個 對中國大陸 可以說是不理智的一個做法嗎 其實針對白宮有發言人表示說 中國大陸不應該採取報復的手段 來對付各國為了保護公民 採取了應對的措施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其實在最新的記者會上也說 中國大陸一直是用負責任的態度 跟國際社會分享疫情的數據 以及信息 避免疫情的政治化的相關言論 一起來聽看看 中國一直以負責任的態度 同國際社會分享信息和數據 據不完全統計 三年來中方以同世衛組織開展技術交流六十余次 新十條發布以來就已經舉行了兩次 中方還繼續通過全球流感共享數據庫 分享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病毒基因數據 多國衛生健康專家表示 沒有必要針對中國採取特別的入境限制 無論是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健康 還是促進全球團結抗議 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增長 中國政府都採取了負責任的政策舉措 盡了最大努力 做出了重要的積極貢獻 我們注意到近期美方一些人 針對中國國內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 發表了不少評論 我們也注意到有不少人表示 如果美方當初沒有政治化操弄疫情 而是像中國政府一樣 以生命至上的態度負責任的應對 無論是美國國內 還是世界範圍內的疫情形勢 恐怕都不會發展成今天這樣 好的確 最近大陸有些輿論 委員你怎麼看 因為以前美國叫中國大陸開放 就開放了之後 你又開始說什麼散播病毒 來看看這些比較激烈的言論 譬如說前國務卿蓬佩奧 他已經沒有什麼在國內影響力 但是現在又在操作這個議題 說中國大陸放棄了嚴格的 嚴格的疫情管制 病毒可能會迅速的蔓延 就像2020年春天一樣 事情不該發生 那你怎麼說美國很慘的時候 還不是世界在怎麼樣呢 到處趴趴趴嗎 然後央視就說 無論中國大陸開放 或不開放 好像都不對 這是一個政治的表演嗎 要製造新一輪分裂的對抗 尤其像Omicron的致病度 還有致病 致病的狀況 還有獨立都是減弱的 好那再來看到的是說 英國剛剛就被說打臉的美國 就開始說不需要進行強制的核酸檢測 以及就算陰性的話也不用進行隔離 那為什麼呢 英國真的經濟好慘 蔡委員剛剛也說了 英國金融時報採訪了100多名歐洲的 美國的知名經濟學者表示呢 2023年英國就會面臨G7集中 團體當中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目前來看到 現在是10.7%的高通膨 那今年2023年恐怕也很慘 但是說到美國難道真的有施壓 五眼聯盟嗎 譬如說澳洲 他也很特別 第一個 艾班尼斯在12月29號的時候 說澳洲沒有要改變 允許中國到陸克入境的規定 就是沒有要進行比較嚴格的做法 結果1月1號的時候 就開始跟進了美國 說要提供這個篩檢陰性等等 但是這一位呢 衛生部長就說 沒有啦我們還是要完善的收集 中國大陸流行病學的資訊 澳洲還是熱烈的歡迎陸克來 澳洲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處境 第一個他有美國的壓力 第二個他又要跟中國改善關係 對 所以他拿捏起來 就像一個人走在鋼手上 一下子偏右一下子偏左 所以他如果有這種言論 偏左偏右你不用理他 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 那對於大陸的旅客的開放 這個我一點都不擔心 為什麼 因為他旁邊有個國家叫紐西蘭 是對中國大陸全面開放 什麼都無所謂 而且現在紐西蘭 他們所有的旅遊業 旅館業 各個景點 敲鑼打鼓就準備迎接 這個春節期間大陸客的湧路 而且還說報復性消費 因為紐西蘭的經濟很慘 澳洲經濟也很慘 所以一定要靠這一波 那現在澳洲人在扭捏作泰 因為美國有壓力 扭捏作泰總是要表演一下 如果他看到說 紐西蘭的飛機斑斑都是大陸旅客 這個飯店全滿 景點全滿 你說澳洲的選民放在心裡面 會有什麼感覺 這是最強烈對比 對啊 就是隔壁 人家還是百分之百純種的白人 你澳洲還不是 澳洲的選民就會想說 艾班尼斯你在幹什麼 所以對於政治人物 我最害怕流失選票 所以我不擔心 到時候他會乖乖開放 因為就是左臨右色效應的磚 那美國到處散風點火 當然會有一定的效果 我們不能否認 當然 但是美國的政客要講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美國基本上 對於中國大陸的旅客的需求量 並不高 而且他們自認的經濟還不錯 可是相對其他國家 英國通過膨脹率10% 是太客氣的 那經濟衰退 這個超過5% 好像大家也開始在 算說今年會不會出狀況 雖然是換了一個蘇內克當首相 算是財經專家 可是巧妇難為五米之吹 他的病症是在當時脫歐 沒有把問題處理好 留下的後遺症 加上脫歐的時候 北愛爾蘭脫不脫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再加上蘇格蘭 你說你脫歐 那我就想要搞獨立 所以這個問題 人家脫陰 大家脫陰更慘 所以英國的處境是 相當相當的艱難 那現在呢 這個剩下的歐盟的國家 其實法國跟德國 還是在那邊扭捏作態 那這個其他什麼東歐國家 跟著這個美國一屁股在那邊 喊口號而已 但是這個 中國人這個時候會想去歐洲嗎 沒電啊 又到處罷工 他會想去嗎 我都懷疑 所以他還是會去這個紐西蘭 去澳洲的人數會比較多 但是也會大量湧進香港 所以大家會去擔心說 會不會有疫情擴散的問題 實際上全世界的擴散率的指數 我們假如說人口中確診率來講的話 中國現在相對的低 14億人 我們講台灣就好了啦 我們台灣已經快一千萬人了 對 那我們兩千三百萬 還有黑數算一算 不曉得多少 所以剛才講45.1 我才不相信 45比後才不相信 緣率就在這裡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時候 可能這段時間 大家會有口舌之爭 我連美國 我也不認識他拿了什麼 多大的辦法 我想他隔兩天 會自己退收回去了 對啊 因為美國必須也要 也要擔心的是自己經濟的問題 剛剛委員說的沒錯 美國他因為升息的關係 他是金融霸權 他收了全世界的這些 經濟上的一個成長的動能 但是很多國家真的很希望 讓中國大陸旅客 能夠去造訪 能夠帶來一些經濟的活絡 譬如說來看到 泰國 奧地利 跟瑞士這些國家 就說歡迎中國到遊客 到自己的國家來旅遊 另外來看到 從來看到中國大陸出入境來講的話 2019年其實高達了 1.54億的人次 是全球第一名 而且中國大陸 總共有283萬人次 到美國旅遊 當年的時候 而且他人均的消費 在美消費是1.2萬美元 總體來到330億的美元 所以呢 中國大陸 你看儘管是呢 中美在那邊博弈 但是他還是 也很想去美國旅遊啊 在之前的時候 好那這一次 你看美國主導的這個輿論下呢 彭博社他也有發出一個論點 他說 未來不少 受到中國大陸親愛的國家 都會受到這個旅遊紅利 但是美國可能也許沒有辦法 分一杯跟 的確啊 你中美在博弈的過程當中 很多中國大陸人 也不喜歡你美國了嘛 好那再來看到呢 中國大陸2023年 在今年的時候呢 這國內旅遊來到527 5271.34萬人次 同比增長0.44% 然後呢 跨境的這些旅遊 訂票還增長了145% 那想去哪裡玩呢 我們台灣這邊 台北啦 澳門啦 首爾 新加坡 香港 曼谷 都成為熱門的景點 其實元旦應該算是 小咖的 大咖的春節到來 更可怕 即將到了 因為 畢竟中國人嘛 對春節的重視程度 會遠點高於元旦嘛 當然 元旦只是一部分想出去玩 所以春節的時候 簡直是蜂擁全家旅遊 往外衝 而且 要注意到 中國大陸已經被封關了3年 對 封的受不了 最後拿白紙起來抗議 好 白紙抗議的話 大陸的 這個政府 坦白講也蠻 有點滑頭 你抗議 好 我的解封 解封了 有問題 責任不在我 在老百姓 所以你們自己要的 但老百姓關了3年 也夠可憐了 坦白講 如果配合關3年 不得不對 中國老百姓的耐力 又舉起大拇指 那現在突然間一開放的時候 誰不想往外衝 當然 所以這個力道 美國 我認為還是會分一杯羹 為什麼會分一杯羹 你看美國的說法 是嘴巴上說的 做法是欲懼還迎 而且你很多人不曉得 美國那個海關裡面 什麼核酸檢測 坦白講 都沒有連線的 所以 那個東西 我跟中國大陸開玩笑 你即使拿自己拿那個 電腦印一張 他也不知道是假的 所以不用理會他 因為他完全沒有連線 美國自己就如此 何況其他地方 只要會擋住中國大陸 去美國的 一個很重要的 現在美國天氣 真的不是很好 天氣不是很好 也不是原因 因為中國大陸本身 天氣也沒有特別的好 就是因為 不好的 交通狀況 受了很多的影響 你現在知道在美國 什麼鐵路啦 公路啦 航班啦 都出現很多很多的亂局 對 預計是可能 亂到中國春節以後 OK 所以短期內去 美國的旅客 可能一些 大陸的旅行社的旅行團 在拉客人 會相對會比較保守一點 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大家都希望說呢 這個世界上的交流 能夠恢復正常 尤其來看到呢 真的世界的經濟 被說2023年 真的很需要中國大陸 但是美國怎麼對自己盟友的呢 委員你怎麼看 歐盟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呢 柏雷利 他特別在推特上 有批評美國說啊 通脹削減反正是損害歐洲利益 而且不尊重世貿的規則 之前您也說了 美國市長升級不斷的 收了全世界的資金嘛 好 那再來包括了是法國的部分呢 法國總統馬克宏 會不會在今年 受訪問中國大陸呢 因為呢 法國這邊也說 馬克宏多次希望能夠 訪華的意願 然後中國駐法大使呢 盧莎也說 好 當然是歡迎馬克宏 兩件事情啊 其實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歐盟的這個所謂的高級代表 這個翻有點怪怪 他其實就是歐盟的副主席啦 對啊 而且他更重要的就是說 他不受馮德來人管轄 他直接隸屬於 他們那個所謂的高 歐盟高峰會來直接管轄 他主管了所有的歐盟的安全政策 跟所謂的重大的外交的決策 這樣的一個角色 會開始在對美國表達不瞞 就表示 真的美國跟歐盟之間的關係 這個裂痕還蠻深的 那主要的裂痕有兩點 他可能只講了一點 第一點就是說 你美國 叫我去跟俄羅斯做經濟制裁 結果呢 我的能源價格暴漲了 我就跟你美國買液化天然氣 你竟然是賣給我的價錢 是你美國本土價格的四倍 那這是朋友嗎 你是生活打劫嗎 你是朋友嗎 那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你還通過了所謂 削減通膨法案 表面上是削減通膨法案 事實上是企業補助法案 也就是說 你美國用 補助的方式 把我歐洲企業 也偷偷拉到美國去 換句話說 本來是Made in Europe 現在變成Made in USA 對歐盟的安全 跟對歐盟的狀況來講 是雪上加霜啊 那哪有這種朋友落井下石 又雪上加霜 這種朋友能夠交嗎 所以歐盟 他對他來講 也是一個處理美國關係 很重要一個人物 他當然公開 對這個事情有所批評 但是又如何呢 舉個例子 馬克宏前一段時間 為了這兩個事情 跑到美國去拜訪拜登 對 本來他以為拜登 會有所浪步 結果去了以後 拜登好像應付小孩子一樣 哄哄他 什麼事也不答應 什麼要求也都不給回應 那馬克宏等於是滿年 被洗了一臉豆花 回到法國去 被法國的老百姓 罵了臭頭 現在法國天天有罷工 天天有騷亂 到處有犯罪 就是因為經濟不好嘛 能源價格暴漲嘛 還好其實馬克宏 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就是說 基本上法國還是一個 核能發電的國家為主 可是問題核能發電的國家 其他沒有辦法 完全去彌補 天然氣 還有這些 這些所謂的石油能源 所產生的問題 所以對於馬克宏來講 他現在的狀況是非常非常糟糕 所以他必須要怎麼樣 想尋求中國在經濟方面 能夠互相合作 給法國的經濟有一個動力起來 比如說讓法國廠商 擴大在中國的投資 或者讓這個法國的物品 能夠大量銷售到中國去 但以目前來看的話 他可能要排隊要排很久了 因為現在是小馬可思 接下來是土庫曼總統 他不排到什麼時候了 對啊不知道排到什麼時候了 下一段段我們就好好的 要來分析說 中國大陸的大國外交 又迎來性魄高潮 比如說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 訪問中國大陸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開展了大國外交開年的第一站 來看到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 3號期訪問中國大陸 他除了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晤之外 也分別看什麼呢 像是大陸國務院的總理李克強 還有人大委員長栗戰書會面了 小馬可思跟栗戰書會面時候 強調菲律賓和中國大陸合作的重要性 好小馬可思真的抵達到這個中國大陸訪問 委員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發展 小馬可思當選菲律賓總統的時候 美國也有提出邀請 中國也有提出邀請 那他現在率先跑到中國來訪問 改變了他過去菲律賓的習慣 因為菲律賓的總統當選之後 習慣上先東南亞國家先走一趟 就他現在沒有先走中國 那先中國訪問他其實要有兩個問題要處理 第一個問題就是經濟問題 菲律賓的經濟狀況在去年坦白講不錯 所以如果說有中國的幫忙 在他所列的清單裡面包括所謂的能源 包括基建等等 在中國應該有獲得很多合作的機會 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謂的戰略安全的問題 他現在稱中國叫做全面戰略夥伴 那戰略夥伴就要對一些戰略上的問題 要有一個很好的溝通的機制 那他現在也說兩國的外交部要建立熱線 對南海可能產生的矛盾衝突的話 能夠迅速的來解決 那對於馬可斯來講很為難 為什麼 因為美國一直要在南海 我們用閩南語講就是衝康 就是挖個洞讓你跳 那馬可斯這個要跳也不是不跳也不是 他也知道說跟著美國跳是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美國對他來講只有剝削 也幫不到什麼特別的忙 但是美國的力量在菲律賓長期經營 他在國內有很大的美國的勢力 對於馬可斯來講也不能夠輕膚 他也要有所和緩 但是我覺得馬可斯可以趁機跟中美兩國 要到很多很多這個菲律賓所需要的利益 那中國會很慷慨的給 也知道中國很清楚 他必須要對越南跟菲律賓做出 在各方面重大的浪步 才有辦法換得在南海的戰略利益 南海為什麼對中國很重要 那是中國進出口很重要的運輸路線 這麼一個重要的運輸路線的話 你如果沒有一個友好的菲律賓 友好的越南的話 你不整天出問題 馬來西亞當然新加坡比較不用擔心 印尼更不用擔心 所以美國怎麼煽動還是越南跟菲律賓 所以先處理好菲律賓的關係 中國在經貿上面會重大浪步的 至於我覺得小馬可斯也很聰明 想要拿中國拿到的利益 來跟美國做談判 為什麼跟美國做談判呢 到今天為止 美國還是把小馬可斯列為通緝犯 越南是幾十年前的案子 那雖然說賀錦麗說 你來我們可以給你什麼 外交禮豁免權 你在講什麼 我以通緝犯的身份去美國 你說只是豁免我不必被逮捕 他至少是菲律賓總統 所以他用這個要求美國解除對他的逮捕令 把他的官司給結了 而且那個官司從他爸爸延伸下來的 美國哪有理由說追查三代的 沒什麼道理 他好像是當時說因為沒有去作證 就被這樣子 因為騙他去作證 就是要把他抓起來 當然 所以對於這些事情 我覺得小馬可斯拿這個東西來跟美國談判 而且美國一直想要回到菲律賓駐軍 這個時候更有談判的抽碼 對啊 那當然是 美國國家當然是為了要各取所需 能夠為這個國家帶來最大利益是如此 但是大家也會看得清楚說 到底誰真的是對這個國家比較好 譬如說美國經營東南亞 或者是說東盟來看的話 都是以軍事力量為主 但是中國大陸不一樣 一帶一路 RCEP RCEP等等 是經貿上的一個整合 所以委員你非常懂的經貿的這一塊 有些來看到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斯 這一次去呢 他帶的人就有很多的意思可以解讀 當然包括了第一夫人之外 還有前總統眾議長 外交部長 財政部長 貿易工業部長 旅遊部長 信息和通訊部長 你看光旅遊跟信息通訊 這些都是經貿上的發展的 那中國大陸是疫情之前 菲律賓第二大遊客的來源地 當然這次也歡迎陸客能夠來 好 那2021年中國也是呢 菲律賓最大的貿易夥伴 貿易而來到了383.5億的美元 好 儘管文化上 以前也是美國的殖民地 但是呢其實經貿上的往來 現在中國大陸給他的幫助更多了 委員你怎麼看 菲律賓雖然是美國的殖民地 曾經是這樣子的 但是菲律賓有很大 很龐大的福建的華僑 所以在那邊的經商各方面 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 菲律賓現在有亞洲最發達 最自由開放的賭場 那請問你這個賭場誰回去玩 當然是中國大陸人 中國人春節就想要摸兩把嘛 對 這個是個傳統習慣 所以對於這個小馬可氏來講 跟中國親近是必然會獲利的 至於南海的議題啊 這個他當然有一些所謂 島礁的爭論啊 海域啊 經濟海域的爭執 還有以前前總統啊 這個留下來所謂的 南海仲裁案的一個 有待處理的 我不敢講一度 尊重菲律賓 所以他們啊這樣一個立場 真的是要慢慢去調整 但是菲律賓很清楚 我不捲入任何一場衝突 因為菲律賓基本上 我的國防軍是很脆弱的 所以如果各方勢力平衡 菲律賓的安全時刻 獲得高度的保障 這就是菲律賓所要的 所以他不可能去偏向美國 也偏向這個中國 那可是他會面對一個難題啊 比如說很簡單的 美軍想要回到蘇比克灣 好啦 那麻煩了 蘇比克灣的正前面 100公里處有一個島 叫黃岩島 如果今天中國到黃岩島裡面 裝飛彈部隊 那美軍啊 要不要在蘇比克灣 裝了很多更嚴重的武器 那就會使得這個衝突的 變成菲律賓很難 處理的左右為難的話題 所以他可能要拜託中國說 可不可以麻煩您 飛彈不要裝到黃岩島 你裝到海南島就行了 所以類似的一種調整 菲律賓在表現出一種 左右逢遠的態度 其實新加坡是很好的示範 然後越南也是一樣的 所以東協國家 面對美國想要打南海牌 事實上是什麼 是簡單講 就是盡鬼神而遠之 這個他要來我也沒辦法 可是他最好不要來 或者我不要表現出 非常配合的態度 因為南海如果說中國 要維護他這一條石油 中國貨物的運輸線 而且要通過這個馬六甲海峽 你真的把它掐住的話 那中國的軍力 為了以防萬一 他當然要發展很強大的海軍 在台灣海峽 也許不需要太強大的海軍 可是對南海的話 如果美國要遏止 要封守這一條運輸線 那中國不能不拿出鐵碗來應付 因為越南不可能有能力 去封守這個海域 菲律賓更不可能 所以周遭國家沒有可能 唯一能夠封守這個海域什麼 就是美國 或者配合美國而來的什麼 澳大利亞 那澳洲自己很清楚 他不會去混種混水 艾班尼斯腦筋很聰明的 那剩下的美國 你要單挑中國大陸在南海的話 這一點倒是真的是 中美兩國要自己好好處理的 不要禍擊南海海域 讓這些國家為難 那說歸說 這個大陸只要軍事實力 能夠某種程度的提升 那美軍看在眼裡面 他也會摸著鼻子慢慢撤退 慢慢撤退 大家都知道三海 絕對是中美博弈的 很大的一個關鍵 比如說東海 台海到南海的這一塊都是如此 那中國大陸呢 在發展海軍這一塊 也被說重返了海權大國 所以要特別問一下蔡委員 您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來看到呢 這個航母的部分 福建艦 在今年也會有很多的一個動作 比如說中國大陸央視 就是在新年元旦的時候 首次曝光福建艦的這個 機電艙式啦 這些內部設備 大家都知道福建艦是電磁彈射的 你看讓大家看看 內部的一個狀況 然後呢 副艦長他叫做前庶民 他說大概下半年啊 會進行海事啦 進一步提升軍力 所以也許在今年 也許是怎麼樣呢 年末啦 或明年的時候 福建艦就有可能入列了 那重點是呢 這一個前庶民 他還曾經擔任是093B的核潛艇的艇長 意思就是呢 中國大陸會越來越重視 這個核電的這些 包括了這個航母的這些設備等等 好福建艦 會不會在未來 在台海發生強大的存在感呢 也引發大家的關注 不會的 福建艦的用途不在台海 為什麼 因為台灣海峽 非常淺 平均深度只有50公尺 根本不適合航空母艦在裡面運行 或者進行演習 或者作戰的一個演練 都不適合 因為必須要把他什麼 拉到西太平洋去 那拉到西太平洋去 其實基本上 跟台灣就沒什麼太大關係 就美國啦 那基本上是 目標是針對美國 所以如果美國要干預台海 或者美國有些什麼其他的 要封守這個中國大陸沿海的活動的話 那很可能就是福建這些艦隊 不過我覺得 因為西太平洋 中國的飛彈部隊 夠了啦 導彈部隊夠用了 他就不敢過來了 夠用了 所以我是覺得 它真正的用途是在什麼 是在南海 為什麼 因為南海實在太大太長了 你從西沙群島的附近 海南島附近 海軍出動 要跑到這個增母暗沙 對不起 還有上千公里 所以如果有個航空母艦 在南海的這個中南部的話 對於這個中國大陸的海軍的投射本身 那個力道就非常的強 要維護它的這個運輸線的安全 或者不被封鎖 福建艦可以發揮很大很大的功能 當然福建艦現在是剛開始 在這個初步的一個運行當中 一個階段 還沒有到一個作戰的階段 當然 還沒有到作戰階段 所以可能還要三五年 至於台海本身 我們兩邊如果能夠兩岸一家親 政治問題大家一關起門 好好的談判 不要想要借助於武力 借助於武力就會落到 澤蘭斯基的困境 澤蘭斯基就是說覺得 北約會挺我 美國會挺我 然後我就往前衝 就打個老半天啊 整個國家都被打爛掉了 對這個烏克蘭沒什麼好處嘛 所以政治難路如果不能解決 應該解決的政治問題 而把責任丟給軍人 那是很不負責任的事情 因為軍人他沒有足夠的資源 坦白講他也巧負難為五米之吹 台灣也是這種處境啊 我們現在的GDP多少 每一年大概是八千億美金 看起來是很多 但對不起啊 大陸是十八兆GDP 這種國力懸殊的狀況 這個狀況底下 大陸要產生的軍隊的力量 永遠會比台灣 至少大十六倍到二十倍 對 所以你這種狀況底下去 用軍事想要解除 這個兩岸的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 四個字奇蠢無比 有關於是十八兆GDP的 是十八兆GDP的